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注意 如果是在平地的朋友 你可以注意山區部分 目前在新竹山區 台中山區 還有包含南投跟嘉義山區 午後的熱對流雲層 現在正開始要發展當中 東半部地區現在也在30度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昨天的塞巴喉非常的明顯 包含了北部地區 到了昨天晚上11 2點還在下 大概到凌晨2點左右停掉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睡覺 不過那時候最主要就是 整個對流的強度 已經開始減弱 因為昨天的風向 偏著南風上來 水氣帶進了宜蘭雪山山脈 進到了台北盆地 所以北部的午後雷鎮宇 不只從白天一直下到晚上 不過等到了晚上深夜以後 熱對流的強度整個減弱以後 北部的雨停了 今天中午以後 仍然會有午後鎮宇的發展 所以要提醒您 下午外出活動 碰到三八 你就去喝個咖啡 喝個飲料 等個40分鐘左右 雨就會小下來 這樣子行車比較安全 但我們再來看看什麼 看看在關島西東邊的海面上 這裡有一個低壓系統 這個低壓未來會朝著 我們的東邊的 太平洋的方向移動 不過這個低壓未來會沿著 高壓邊緣往北轉 倒是大家要注意 這個週休假期 來注意到中南半島這邊 這邊有水氣囉 這邊的水氣到了週休假期 會開始進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西南季風的水氣 在週休假期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 西半部地區 週休旅遊活動 要特別注意喔 會有江雨的狀況 不僅限中午以後 早晚都有機會 來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 晚上的溫度舒適 白天的溫度悶熱 戶外活動記得要補充水分 午後真雨的部分 在局部地區仍然有 南部地區的溫度高 東半部早晚地行降雨 外島地區天氣情 提醒您下午有散發喉 雨區行車要注意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